因為我看到他們就像以前TVB的綁架信 Hello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想和大家講一下精神科護士 除了打針、派藥、洗傷口、跟文件、跟醫生排版 還有什麼特別的東西要做 當你去到一個病房 老闆會給你一些特別任務 那些東西可能是一些數據的東西 叫你記錄一下病人平均住多久遠 然後我們收到多少感謝信 另外就是看看同事有沒有做一些職安健的訓練 另外也有些同事會負責做一些檢查的東西 就是看看你寫的文件和你平時做的practice 會不會是不合乎standard 因為這些都是很顧名思義的東西 我一說就大概有個畫面是這些特別任務是要做什麼 接下來我們就說一下我在醫院裡面 我的特別任務是什麼 我記得那天我第一天上班 然後我老闆就問 Cherry你畫畫漂亮不漂亮的 然後我就說我畫畫很醜樣的 我不會畫畫的 那時候他就笑笑口地說 現在的年輕人真的很謙虛 然後他就走了 然後我心想 我不是謙虛 我真的不懂畫畫的 不要搞我 到第二天他就出了一個特別任務 就是看看每一個新人進來要做什麼 那我就看到我要做的就是藝術治療 那我真實心想 不是吧 我都畫了畫畫醜樣 還要做藝術治療 我不行的 那他就問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什麼不明白 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那時候因為有很多人 那我就不敢出聲 那到散了會之後 我就自己走去找他 我就說 不好意思 其實我畫畫真的不漂亮 我不是謙虛 那他就跟我說 其實藝術治療 你不一定要畫畫畫到拿獎 你才可以做的 因為藝術治療 其實我們現在不是教病人畫畫 是希望他可以透過畫畫 令到他心情可以平靜一點 還有希望他有些事情做 即日頭不好 經常沒有事情做 他們經常都問我 精神病人在醫院有什麼做 那就是我們會有些活動 那畫畫是其中一種 那他就說 希望病人可以有一個有意義的日頭活動 因為如果 我想你也有試過 如果你放大假 然後有沒有工作 可能會睡到早上八點 然後到晚上又睡不著 那你可能要凌晨三四點才睡得著 然後第二天又要睡到 下午十二點一點 那這就是一個不好的習慣 我們是希望早睡早起 那日頭有些事情做 那你才會起床 即日頭是完全沒有工作 我想大家都一樣 如果你沒有工作 你真的會睡到十二點幾一點 所以他就說 這個藝術治療的意義 就不是在於要他們畫到一幅 可以出國比賽的畫 而是只是讓他們日頭有多些寄託 所以他說 你也不需要太擔心 結果我的老闆很好 他是給我很多支持 那我就說 好吧 我硬著頭皮就去做 還有我是一個很 控制不了壓力的人 我一有壓力 我就會不斷報食 我記得那時候 他就說 他叫我下星期 就給他一個計劃 就是說我要買多少錢的材料 那些材料是用來做什麼 例如我要跟病人畫油畫的 我不會是賣了木顏色 類似要寫一個計劃 然後要做一個預算計劃 然後我聽到這些字 我就覺得 這就是我那時候 大學上莊做的事情 是我沒有想過 我出來做的事情 如果你是做一些活動計劃 你可能也要做 但我心想 我現在做護士 我還要做預算計劃 我還要做預算計劃 然後我就開始很大壓力 其實現在聽到 這件事真的很 minor 但不知道為什麼 我那時候真的超大壓力 聽完之後 我記得我那時候 大壓力到我下班 我就去了買 買東西吃 我就買了一籠小籠包 再買了一個蛋糕 不是一塊蛋糕 是買了一個蛋糕 然後又買了 總之我看到我想吃的東西 買了炸雞 我看到想吃的東西 我就買了 我那時候我回到家 我就是報食 然後就一邊哭一邊報食 我媽媽就問我 什麼事 上班是不是很大壓力 但我又不好意思 跟媽媽說 我要做藝術治療 所以我很大壓力 之後 我就沒有跟任何人說 我就默默地吃完 那一堆桌面的一堆東西之後 我就說 好了 我開始做提案 其實我整個藝術治療 都是搞得順利的 但我最印象深刻的一部分 就是 因為我會看過往幾年 我的師姐 師兄 他們做些什麼 和病人做些什麼 如果好的就繼續 如果問病人 他們覺得很悶 或者這件事 原來對他們來說 是太難的話 我就會 解釋了他們 再加一些新的東西 看看現在流行什麼 看看可不可以加入給他們 我記得每年都會做一件事 叫做夢想製造 我開始看到這個名字 我就 什麼來的 我連自己的夢想都不知道是什麼 我還要幫他們找夢想 我就問我老闆 我問我老闆 我可以解釋一下這件事 是什麼 我之後就發現 他會有一幅畫 即是一幅大畫 以前我們上學的白色大畫 然後他就會開始 給一些報紙 雜誌 一些宣傳單張等等 給他們 因為如果你要問一個人 你的夢想是什麼 其實是很難的 即是 你現在問我 我都未必可以 很準確地告訴你 尤其是 他是一個精神病人 可能他想法 已經慢一點 或者他在醫院太久 他根本已經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樣 所以就是 會叫他們看一些報紙 看一些雜誌 可能他看到 我很記得 我最感觸的一件事 就是 病人看到一個舖飛的廣告 即是自助餐廣告 然後他就剪了這個自助餐廣告 貼在那張畫面上 我問他 我就不明白 我問他 這是你的夢想 你會不會明白我們今天的題目 是夢想 然後他就說 是的 我的夢想就是 我可以自己回到一份工作 然後找到錢 請我爸爸媽媽一起去吃自助餐 可能對一般人來說 你會覺得 請爸爸媽媽吃飯 是一件很平常 都不能再平常的事 但原來對他們來說 已經是一個夢想 他們很希望做到這件事 那時候我就在想 我真的很不知做 很多事我都會說 為何我不可以有這件事 為何我不可以有這件事 但原來對他們來說 我很多事我都是 做得好 我會覺得 很正常 可以請到家人吃飯 那我就覺得 我真的要感恩多些 有時候 他們會說 病人在你身上學到什麼 其實不是 我會覺得 我在病人身上 都學到很多東西 所以這個就是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幅作品 即是 他的作品 其實不是說 真的很漂亮 你想想 是一幅畫 然後他就會剪 或者剪 一些報紙雜誌的部分 去貼下去 其實我第一次看 因為我可以看回以前的作品 然後就看回 這個就是夢想創造 為何我不明白 就是因為我看到他們 我就覺得好像 以前TVB的那些 綁架信 就是會是一張紙 然後就展示 你要去哪裏 哪裏交贖金 我就覺得 這一堆好像綁架信的東西 究竟是什麼來 就是為什麼這堆東西 是夢想創造 所以我才會去問我老闆 究竟 這一堆東西 是發生的什麼事 所以 一開始 看到我就不明白 到現在 我跟他們 做了一個程式 我就覺得 這個就是一個挺有趣的 的 另一件事 就是因為 很多病人吃完藥之後 其中一個副作用 就是他們會手震 他們可能拿剪刀 拿筆 這些位置 就是一些很小的肌肉 他們未必控制得很好 所以在藝術治療裡面 就可以令到他們 可以集中精神 就是練好怎樣 可以控制自己手部的肌肉 這也是我覺得 挺重要的一件事 還有我們醫院 就是每逢一些大事大節 都會和病人一起做一些裝飾的東西 例如中秋節 我就和病人一起做燈籠 以及一起做一些燈米 我記得當時 我離開了醫院的份工之後 我另外出去了做一些 會和普通科護士一起合作的工作 我就跟他們說 你們平時做燈籠是怎樣的 然後他們就說 蛤? 做什麼燈籠? 你說什麼? 中秋節做燈籠? 你們不做燈籠? 你們不做燈籠? 然後他們就回覆我 他說 蛤? 病人 他說他做 可能是做深切治療部 我做深切治療部 病人可能明天就會死 即是Tutchwood 他可能明天就會死 他死前一天 還要做燈籠 然後我就想 難道這件事是精神科護士才有 我之後就發現原來真的 所以我就決定在這裡和大家說多一點 另一件事我幫忙過的就是煮食訓練 其實煮食訓練是由我另一個同事做的 但有時候大事大節 可能是聖誕派對 我們就會有幾個同事一起幫忙 因為煮的份量會多了 有些人就會問 蛤?為什麼要煮食訓練? 病人 就是因為 我剛才說過 因為他們可能手震 他們拿一些用具的時候 可能會拿得不太好 也是一個訓練 讓他們可以拿多些東西 另外 你們也知道 香港現在外面吃飯是很貴的 有時候病人出遠 他們不可能經濟上可以餐餐出去吃 所以我們也會教他們煮一些很簡單的家常便飯 讓他們出去之後 有些人可能只是拿中碗 或者拿雙殘金衛生 那怎樣可以靠這一筆金錢 都令他們可以不用餐餐 只是煮公仔麵這麼沒有營養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做煮食訓練的其中一個原因 另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有些病人 可能他其實只有二十多三十歲 他出院之後都要找份工作 有時候他們的能力未必可以 可以出到一些開放職業 就像我們這樣自己想 可能是Jobsdb找工作 他們可能就要經過一些 我們叫做 supported employment 可能你當是麥當勞 他有時候會請一些有殘障的人士 有些人 他們吃完藥的副作用 可能是會流口水的 可能在煮食訓練的時候 我們就會提他 你記得自己煮食會流口水的嗎 這個時候你只要戴好口罩 因為這樣他就會防止口水流下來 都是要講求衛生 所以煮食訓練都是令他們有多一個技能 讓他們出來社會的時候 可以找到其他的工作去支持自己的生活 我之前探病的影片 有說過有些食物是家屬不能帶來的 但如果他很喜歡吃奶類製品 但他又住了很久在醫院 然後家屬又不能帶來 沒得吃 其實都很慘 所以我們煮食訓練 有時候都會和他們做一些 可能燉蛋、燉奶 等他們就算家屬不能拿來的時候 他們都可以吃 我本身覺得 我經常坐在這裡說話好像很悶 然後我打算和你們做一個燉蛋 一邊說煮食訓練 但我發現我是不可以複雜 所以我也是坐在這裡和大家說話 好 希望我沒有悶到你們 喜歡的話 記得like、comment、subscribe和share 出去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